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连这栋坐落在绿林和湖水之间的建筑 就是我们今天要探访的新加坡陆军博物馆了 博物馆通过历史文物和互动展览 让访客回顾新加坡陆军部队的发展史 同时也有机会了解国民福利的点点滴滴 独立初期为了增强国防实力 新加坡从1967年起开始实行国民福利制度 今年正好满50周年 今天我约了我们的第一代国民福利军人 现为博物馆导览员的李吉成 Stanley和我一起重返军旅生涯 第一代的军人制服 对啊 Stanley你以前是穿这套的吧 对啊 是的 这是我第一套的军服 真的啊 我听说这套人叫涂浆然后是很麻烦的 对 当我们穿上了非常的笔直 非常的应勇的样子 所以当兵的感觉那时候是怎么样的 为了保卫国家 所以没有经过这个严格的训练 我们根本不可能是成为一个好的军人 所以我们黄广就是我们跟不上 这是什么群章吗 这是一个纪念章 纪念章 想当时我们新加坡推行国民服役的时候 受到非常大的阻力 当时的华人都有一个错误的印象 以为当兵就是要去打仗 就是要去杀草 对对对对 所以中华总参会就出来解说 然后赞助了这个五千面的纪念章 刻有尽忠报告 如果不是得到各方面的支持 可配合 新加坡今天的国民服役 法令不会自信得这么成功 哇 好有年代感的一张床啊 每天早上起来 军人就要把它打理到好好的 背要放怎么放 床单要怎么拉 不能够有这个皱纹 这样子 所以它平的话 要平 它就会跳 对对 但如果跳不起来 跳不起来就feel了 要重来了 是这样子 这是第一代的 在早期这个是我们第一个床 是我们第一个床 我们在家里都没床住 对哦 就睡在木板 早期木板 对啊 所以其实当兵也很幸福 对对 这个房间算是在德光岛的 这是我们早期德光岛的野外训练营 是英军在71年离开的时候 送给我们的 所以我们的军人都住在那边 新兵都住在那边 所以很有年代感 对 突然之间回到70年代 对 以前用的还是木剂的 除 对 每天起来就整理床 整理这个除 对 表示这个军剂 主要的目的就是要保持这个 营房的清洁 是 不要有疾病 所以军人会比较健康 对于没有机会服役的女性访客 这里能让他们一窥男性家人与朋友的分营生活 甚至找到一些共同的话题 这是我们的互动墙 互动墙 对 好像父亲说我以前是陆军军团的 就是陆军部兵兵团 是 那你是宪兵 宪兵部队就在这里 所以从这里就有很多话讲了 通常妈妈就站在一边 被冷落怎么办呢 没话题讲 其实如果妈妈愿意的话 她可以参加我们的这个义务军团 SEN军团 就是经过几个月的基本军训之外 她成为武装部队的一成员 来 我们继续走 好 往下走 那在这个军中里面 能不能找到一辈子的朋友 有啊 有啊 我这里就有一个小故事 什么故事 这个军事 她的名字叫林军园 她在72年 72年的时候被征召进来 OK 92年的时候 她完成她最后一个 这个回应训练 她就发了这张信给她的同僚 她要维持着20年的语意 她要她的同僚 每年回来见面一次 这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国会馆里还有一个虚拟设计场 集成这位前辈就向我吓了挑战书 我们就来切磋切磋吧 我们手上握的可是实实在在的真枪 虽然射击的不是实弹 而是虚拟子弹 但是还是可以知道自己是否射中目标 非常有真实感 除了射击游戏 这里还剩有模拟军人训练的障碍挑战设施呢 在这个博物馆 我们看到把国人凝聚在一起的 不单只是一个话题 而是全民一心为国尽一份力的信念 是 另外稍后我们也会上载一段视频道 诗称有约的面部网页 发出国庆有奖问答的问题 而答案就在刚才的节目内容当中 是 前五位提供正确答案的观众朋友呢 每一个人将会获得两张8月9号当天 国庆日的门票 以及两个国庆礼包 这是我们今年最后一次的国庆颂奖了 所以想要赢取门票的话 现在就赶快点击我们的面部网页 好 祝你周末愉快 我们下个星期一再见 我是欣凯 我是俊威 下周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